见过黑白无常的都知道 他们是阴间的勾魂使者 只要他们一出现 必定会有人倒霉遭殃 果不其然 只见一个蓬头垢面的女鬼 缓缓地朝他们走了过来 兄弟 来活了 三文干 走 玩个玩个 原来女鬼名叫聂小剑 生前其父为了保护他 不幸被采花大盗杀死 然而更加不幸的是 聂小剑替负深渊氏 竟然被抓入狱 看着眉清目秀的小剑 典史大人趁火打劫 他威逼利诱聂小剑 若是答应做他的小剑 不仅替其捉拿凶手 而且还让他从此衣食无忧 但聂小剑甄洁刚烈 命死不从 一头就含冤撞死在了狱中 当黑白无常听过 聂小剑的凄惨遭遇后表示 在人间没有做过什么坏事 所以带你去投胎转世 然而聂小剑一心想要报仇 并不愿意去投胎转世 就在他们僵持之时 鬼姥姥出现了 姑娘 愿意跟我走吗 聂小剑表示只要不投胎 能够报仇血恨 他就愿意跟随姥姥 黑白无常也在一旁顺水推舟 你若是跟了鬼姥姥 就能学到宁神巨行功 让鬼魂的形态变成人形 能够自由出入阴阳两界 然而天上没有白掉的线饼 作为条件交换 聂小剑要帮鬼姥姥 洗购49个贪财好色之徒的精血 这些人死了 连阎王爷都不管啊 放心吧 确定各取所需之后 鬼姥姥就施展了魂魄分离大法 聂小倩的魂跟随了姥姥 而破则被黑白无常拉去投胎转世了 由于只是破投了他 所以注定聂小倩的来世 是一个傻瓜 然而他所投胎的展家和宁家是始交 刚出生父亲就将其 跟宁采臣定了娃娃金 所以宁采臣和聂小倩 注定会有一段 简不断理还乱的感情纠葛 采臣 这就是你媳妇 时光飞逝 岁月蹉跎 转眼 十六年之后 一心想要报仇的聂小倩 也终于炼成宁神巨行功 拥有了人的体态 而他炼成神功的第一件事 就是去找逼死自己的 典狱大人报仇 而此时的典狱大人 摇身一变成为了县令 但身份地位不代表看待生死 看着前来锁命的聂小倩 县令赶紧跪地求饶 求你犯过我 你要什么 我给你什么 我现在就要你的命